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看了辽兰队四川第一节比赛 我个人感觉辽兰今天又是一场大胜 因为杨明还是非常重视这场比赛 从开场的阵容来看 除了郭爱伦,剩下的全部是主力 以赵继伟为先发 韩德军,李小旭,福格全尚,还有张振霖 确实杨明在沈阳赛区的最后一场常规赛中 还是想以一场大胜来收官 毕竟现在四川南南的状况并不好 今天哈达迪又不打 所以呢,在内线,辽兰完全占据非常大的优势 从第一节我们的比赛来看 确实辽兰各个方面都占优 特别是赵继伟连续强断 连续个人单挑上篮得分 莫兰德上来,也是又有中投又有篮下强打 现在莫兰德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呢,我们先看上半场 看看辽兰能够赢下多少分吧 如果赢的分够多 那么杨明在下半场就会派出绝对的替补阵容来出战 毕竟在这样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中 让主力队员长时间待在场上就会增加受伤的风险 所以这就要杨明来统筹考虑 必须让主力队员尽量的在场下休息 如果在这样一场比赛中受伤 那么对季后赛影响是致命的 况且李小旭的伤也是刚刚好 像郭艾伦今天彻底坐在场边看比赛了 所以呢,其实辽兰打球的人很多 杨明就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上场锻炼 好嘞,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希望今天辽兰又是一场大胜 应该会赢到30分以上 好嘞,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